妙招一定要一定要放这个食材 我选用的这个班柜啊 自己调省钱些 首先简单的切鲑鱼处理一下特事 再给它改到个程两节 这个是鲑鱼的贵发是可以吃的啊 听说这种鲑鱼市场上要卖到100多块一斤 大家在座的有吃过这种鲑鱼的吗 评论留言 就算有钱不一定买得到 这个豆腐啊给它切成坨坨啊 然后切点姜切点青红辣椒 葱花紫苏 这个鲠啊放点紫苏 对于我们服务的人来讲 这是标派 要么要放鲠锅 放一条盐 关于下锅煎 小火慢慢的给它煎香 放入姜片 给它翻个面 煎出来这颜色这色子一点都不粘啊 两面煎好转入冻锅 来一点点醋 加入开水 再加一点盐 再把豆腐丢进去 砍上盖子中火慢炖个8分钟 隔壁的锅也要煤了份锅 放一点点不要搞多了 我们把这个东西下锅 给它炒出香味 这个家伙在我们老家喊叫碗盐菜 也就是学名就是这个应该喊福葱 也福葱啊 然后通过七里八里 这个牛皮一搞了 再放到一个团子里面发酵 发酵了就有酸香味了 用它煮是贼香的 酸香酸香的 不信你凶一下 凶得到吧 凶不到就买个有味道的水滴啊 最后我们把这个炒香的酵味盐菜 丢进去 再给它继续煮个30秒 最后来点胡椒菲 青红辣椒圈 自烧葱冻 先来一碗汤 高端的食材往往不需要花里扶哨的 鸡精味精来衬托 好货 鲑鱼基本上就只有一根主刺 没有什么小事 小孩子吃的话 咱们不要放这个辣椒就可以了 喜欢吃鱼的赶紧做起来 不好吃 你可以去帮我 你喜欢分辨油啊